哈喽 屏幕前的各位同学 各位家长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学奥数举一反三 五年级第八周的内容 那么我们上一周讲过 连续的这三周课程都是应用题相关的内容 那么在前一讲里面 我们重点讲到了要么从条件出发 要么从问题出发去分析一道应用题 那么在读题的时候 还要圈出它的关键词以及一些关键的句子 好 那么有三个解题的非常好的工具 那么就是我们画图当中经常用到的线段图 分析图 还有示意图 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说一下应用题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好 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例题之前 首先给大家出一个哈佛大学的入学测试题 这个题非常有意思 给了一张图 那这个图是四个人在路口 图中的各种情况都非常的危险 我们在生活当中千万不要去模仿 请问下一秒这四个人当中谁最痛 好 第一个人他再往后走 他要掉进这个井里面 那第二个人他马上要踩到一个很尖的东西上了 第三个人眼看着就要撞到树上了 那第四个人呢 哇 这个走到马路上啊 有一个车开过来了 好 那么请你观察一下这张图啊 你认为哪一个人最痛啊 那么有同学在面对这样一个入学测试题的时候啊 他呢就想的想的很复杂 说掉下井盖这儿好像会摔下去会很痛 踩到尖的东西肯定也很痛 撞树也很痛 被车撞好像是最惨的啊 好 但是你仔细的来观察一下这张图里面啊 其实这辆车啊也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啊 那么司机已经开始准备刹车了 那么我们再来想一下 就是这个题在问的时候啊 有非常关键的这三个字 叫做下一秒 所以其实你不需要考虑这么多 你只需要考虑马上即将发生的情况 那么你看一下 很有可能一号人物啊 他下一秒还在下坠的过程当中 三号人物呢 他撞上树可能也不是特别疼 四号人物车已经在停了 也不是那么疼 他可能撞不上 所以这个题啊 我们认为二号人物啊 他下一秒脚就要踩到这个尖的东西上了 所以他应该是最痛的啊 好 那么通过这张图 其实是想告诉大家 有的时候啊 问题看上去很复杂啊 我们呢要把它划凡为简啊 只要看和最后结果相关的部分就可以了 好 那么应用到这个思想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今天的例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问 第一问说 把一条大鱼啊 分成鱼头鱼身和鱼尾三个部分 鱼尾重四千克 三个部分里面有一部分告诉我了 鱼尾重四千克 鱼身的质量的一半 加上鱼尾的重量 等于鱼头的质量 所以这句话里面啊 就告诉了我鱼头鱼身鱼尾的一个什么关系 这样我们叫做数量关系啊 那么这个数量关系呢 我是可以给它换一个形式表示出来的 我可以给它用数字计算的形式 也可以给它用线段图的方式来表示 那么第二句话呢 而鱼身的质量等于鱼头加上鱼尾的质量 鱼身还等于鱼头加鱼尾 那这道题两句话呢 分别表示了两组数量关系 我能不能反映在同一组线段图里面 好 最后要求的是这条鱼总重多少千克 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 从条件还是问题出发呢 用什么方法去分析条件 那么很明显啊 这道题我们肯定是从条件出发 为什么呀 因为在条件里面 你明显的看到有两句很特殊的话 这两句话呢都表示了数量关系 好 所以从条件出发 我们尝试把数量关系画在线段图里面 好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条件 他说鱼身质量的一半 加上鱼尾的重量等于鱼头 看着很复杂 但实际其中的鱼尾已经告诉我了 鱼尾的重量呢就是四千克 那么怎么来画这个一半呢 所以这个地方我先画出鱼身的总重 如果这是鱼身的总重 然后我就可以标出它的一半了 这部分就是鱼身的一半 鱼身质量的一半 加上四千克 好 四千克 等于鱼头的质量 所以呢 第一部分的线段 表示的是鱼头的重量 看到了吗 好 这里我们画一下左右两部分相等 那第二个条件呢 说的是鱼身的质量 等于鱼头加上鱼尾 又出现了鱼尾 鱼尾不就是四千克吗 所以整个鱼身的质量 等于上方鱼头怎么样啊 是不是这里再加四啊 看到了吗 那到这儿我们就通过这样的图 把两个看上去很繁琐的条件 给它画繁为简了嘛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要算这条鱼重多少千克 那么很显然 我是不是鱼头鱼身鱼尾 各自的重量都要找到 然后求个合就可以了 那么你观察一下这个图 那你有没有发现 刚才我说这两部分是相等的 从这个图里面 我就发现右边就是四加四 等于八千克 那左边这部分呢 当然也是八千克 上面这段呢 也是八千克 好 所以鱼头的重量 我们来写一下是多少 八加四 十二千克 鱼身呢 注意是八加八 十六千克 不要忘记再加上鱼尾四千克 最终的结果是 十二加十六加四 等于三十二千克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的解答 那么第一个问题啊 其实和我们前一讲内容非常的相关 通过线段图来表示条件 然后呢 找到一些隐含的数量关系 帮助我们解题 好的 各位同学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第二个例题 那第二个例题啊 相对来说有一些难度啊 它呢 考察大家画凡为简的能力 那么这道题啊 也有一个经典凑答案啊 等一下呢 我也来猜一下 看看我是不是能猜到 多数同学答出的一个错误答案啊 好 一起来念一下题目 说甲乙饼三人 拿出同样多的钱 买一批苹果 三个人拿同样多的钱 买苹果啊 分配的时候 甲乙都比饼多拿二十四千克 啊 这个就很奇怪啊 我们三个人花一样多的钱 按道理来说 我们拿到的苹果 三个人应该怎么样 也应该一样多啊 但现在并不是啊 是甲乙比饼要多拿了 那么甲乙比饼要多拿 那么在结账的时候应该怎么样 是不是应该他们俩给饼一些钱啊 好 那么在结账时甲和乙都要付给饼二十四元 请问每千克苹果多少元钱啊 好 接下来我来猜一下 这道题 有很多同学念完题之后说 老师 非常之简单啊 甲乙要多给饼二十四元 二十四元多拿二十四千克 所以答案是 二十四除以二十四 每千克苹果一元钱 对吗 看上去貌似有道理啊 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 你这个二十四除以二十四 是不是就是用总价除以千克数啊 好像不对吧 因为这里的二十四并不是总价 是多拿的钱 二十四千克呢 也是多拿的千克 能不能这么去除呢 好 那么这道题 我们来看一下 它究竟应该如何来分析啊 首先题目讲到的是 三人拿同样的钱 按道理来说 苹果应该平均分配吧 但实际上呢 甲乙都多拿了 比饼多拿二十四千克 那我想问一下 相对于平均分配来说 甲乙多拿了多少呢 好的各位同学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线段图 来画一下分配苹果实的基本情况 好 首先我们说在分配的时候啊 甲和乙都比饼多拿二十四千克啊 那么甲拿了那么多 乙呢 拿了那么多 饼拿的比较少 那么甲和乙都比饼多的部分 这里是二十四 这里是二十四 好 那么按照我们前面说的啊 最开始应该平均分配 那么怎么样是平均分配啊 是不是意味着我要把 多下来的两个二十四 变成平均分给三个人 所以应该有这么一个算式 叫做二十四乘二除以三 也就是多出来的这两个二十四 四十八 四十八平均分给三个人 按道理来说 每个人拿十六千克 对不对 那现在呢 甲和乙多拿了 饼是不是少拿了呀 饼少拿了多少啊 是不是少拿了这里的十六千克 少拿十六千克 这个是我们相对于平均分配来说的 饼的情况 好 那么饼少拿了十六千克 他应该怎么样啊 他应该多得到一些钱啊 他应该少付出一些最开始的钱 那么你来想一想 甲和乙都要付给饼二十四元 那么饼会收到多少钱啊 饼收到两个二十四元吧 是不是二十四乘二等于四十八元 好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来说一下这道题的关键句了啊 仔细听 饼少拿了十六千克苹果 所以他要收到四十八元 明白了吧 说明这十六千克苹果的价值是四十八元 所以每千克苹果多少钱啊 四十八除以十六等于三元啊 好吧 这道题到这儿我们就做完了啊 好 那么这个题的关键点在哪里呢 你有没有发现这道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化繁为简的问题啊 我在去计算苹果每千克多少元的时候 我有没有去考虑甲和乙的情况啊 是不是没有啊 我只从一个人的情况入手 考虑他少拿了几千克应该多得到多少钱 从谁入手啊 是不是从饼入手啊 大家明白了吗 好 我们到这儿来总结一下 只考虑饼少收的钱和他少拿的苹果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好的 各位同学 接下来请你自己来尝试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呢 改一下条件 看看你能否得到正确的结果 甲乙饼三人拿出同样多的钱买一批苹果 分配时 注意甲比乙饼多拿24千克 结账时呢 甲给乙饼各24元 请问每千克苹果多少钱 那么你来想一想 刚才那个题里面我们讨论的是饼 这道题应该从谁的角度来考虑啊 看一看哪个人比较特殊啊 刚才是甲乙比饼多 现在是甲比乙饼多 诶 有同学发现了啊 这道题甲是一个单独特殊的人啊 好 所以我们从甲的角度来考虑啊 甲比乙饼多拿24千克 三个人的分配情况 是不是这样啊 这里是24千克 也就意味着如果平均分的话 这24千克应该平均给三个人 每个人是8千克 没问题吧 好 那你想 那你想当他平均分的时候呢 在这儿 甲只拿到这部分的8千克 而实际上甲比平均分多拿了16千克 那么我们来写一下啊 甲多拿16千克 那么他必须怎么样啊 他必须多付一些钱嘛 那么他多拿16千克 他要多付出多少钱呢 他给乙饼各24元 是不是他要付出两个24元啊 所以48元是他多拿出的 16千克苹果的价格 48除以16 结果又是每千克苹果三元钱啊 所以这个问题呢 选A 大家做对了吗 给 dec不容 就这样 做对手 还是 是我 在对手 你 做对手 就这样 听 triangle 跟 瑹 详